大家好,我是阿萨社区的刘老师 视频开始前,先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2月份是我们开工的第一个月 在新的赚钱的今年里,我们打算给大家送一个福利 就是我们建了一个高胜率的机会分享群 在这个群里,我们会分享各种高胜率的交易机会预期 像我早上讲到那样的分析 如果后续的行情出现变动,也会及时的把预期发在群里面 而且其他各个品种的机会都会分享预期 同时,不只是我个人的预期 还有我们社区其他三位老师 他们的优质策略预期也都会往群里面发 所以呢,想尽群家的朋友 来,扫着这个二维码 或者说关注我们公众号 好,来,我们谱谱正题 开启我们早盘 市场行为包含一切交易所见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今天是2013年3月6号周一 那么行为就开始了 OK,那么在这个上周五的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当中,怎么说呢 个别的品种走的那是相当的刺激 货币跟这个黄金其实我觉得倒还好 基本上这个还属于正常 原由太后我们来讲一下 好,OK 先简单回顾一下 上周五的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欧元的话呢 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期 对吧 支撑多 但是呢,可惜也是差了一点没有到 差了一点没有到 这个位置 比较可惜 那方向对 反正还对的 还是起来一波 然后英镑 英镑的话这里呢 上周五 那么就是激进派胜利了 对吧 上周五呢 我们说英镑两个思路 对吧 激进的 直接进 直接多 对吧 稳健的 等这个欧盘 二次回踩 给信号再多 那最终 这个英镑 是直接 就一路就高歌猛进 对吧 大概呢 我们在路早盘的时候 价格应该还在这里吧 应该是 这个位置目净 然后最终是没有二次回踩 就上去了 所以那是激进派胜利 这里 然后黄金 黄金的话呢 我们这个 给的是什么 给的是在这个位置 1847 1848 这个位置的空头 是实在没有办法 这个多的给不到 那么我们就只能给了一个空 但是 我也跟大家强调 对吧 这个位置呢 不是乱给 确实不是乱给的 它客观是一个压力位 对不对 你看 下来没有 是不是下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一段短线够不够做 够的三 对吧 OK 好 然后 移角有意思的是原油 或者说 比较恶心的是这个原油 那么 结果大家看到了 对吧 方向我们是对的 只不过呢 这个市场 周五呢 跟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待会我们再来细说 好吧 大家先放着 待会我们细说 好 那么 今天哈 周一 来 我们怎么看 这个 今天这个盘面 上周五呢 这个欧元 是差了一丢丢 到我们这个位置 是吧 那么今天 来 我们再画一个位置 上周五的时候 我们讲到哈 什么 一个概念 叫所见即所得 对不对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 这个 我们看到一个位置 肉眼一看 就知道 它是一个支撑位 它是一个压力位 不需要任何的分析 你连线都不需要画 对吧 我这里给大家标出线来 只是为了强调这个位置 你不需要任何的指标 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你只需要肉眼一看 就知道 这个位置 哦 这个压力位 哦 这个支撑位 对不对 这个位置 我们说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支撑位 对不对 那对应的什么呢 往上走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压力位 所以呢 所以什么 所以 上来 这个地方 是不是空啊 对不对 这个地方 上来 是不是空 对不对 就跟我们上周五讲的 这个地方 下来 多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是吧 一模一样 所见 既所得 不需要分析 不需要思考 不需要任何的画线工具 看到 你就知道 对不对 看到 你就知道 当然 大家注意 这个位置呢 跟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英镑震荡 它不完全一样 因为 这个点 它没有踩实 它没有下来 对不对 如果说 这个位置 它踩实了 下来了 那么 这个时候 什么 三个点 我们又可以 预期震荡了 对不对 但是 可惜的是 这个点 没有能踩下来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 说这个地方 震荡 我们只能说 上方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压力位 那上来了 你就会管空 就OK了 好吧 OK 那么这个是欧元 欧元的一个思路 我们把上周五的思路 换下来就是一样了 上周五是多 这周 这个经济一夜就都空 好 然后英镑 英镑其实就 我们不用那么多说了吧 对不对 还在什么 还在这个震荡里面 大家说震荡好用不好用 对不对 是吧 震荡起来了 对不对 好用不好用 这个时候 值不值 大家 一个掌声 一束鲜花 一个666 对不对 好 那么 今天 这个英镑 既然你还在震荡 你又从震荡下来了 这个低点上来了 那么应该怎么做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之前 讲这几个位置拐点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怎么讲的 讲一下 一样的 一样化糊涂 对不对 首先 第一反应 最快应该是什么 上来 空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才是应该最快 最正常的反应 对不对 是不是 空 对吧 第一反应 不要有其他 就是震荡 低级空 对不对 震荡继续空 好 OK 当然 这个 第一反应完了以后 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由于呢 当前这个价格 距离上方 这个震荡的高点 还有将近100个点的空间 所以呢 这个位置 能不能今天给到 那不好说 对吧 那这样的话 从当前这个价格 在当前这个价格 以及到上方高点的这一段距离 是不是有可能被我们做到呢 对不对 是不是跟前面这也是一样的 干嘛 欧盘 对吧 欧盘 干嘛 出现长阳 怼上来 出现长阳 怼上来突破 那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顺势跟进多单 那这一段空间 是不是给强势拿下来了 对不对 跟前面这里 这个空 这个位置的多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 对不对 先做一段 然后到位了反手 指引之后反手 对不对 这一段 我们当时画什么 收敛三角形 对不对 下来指引反手一个多 这个地方上去 指引反手一个空 这个地方又是 下来指引反手一个多 一样的 对吧 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欧盘 破位 先把这一段多拿到 到了上方 如果能够到达上方 OK 指引 反手 一个什么 空 对不对 好吧 你看这个 光就这一个震荡 大家看到没有 对不对 光就这一个震荡 给我们耗了多少了 对吧 我们从他身上 耗了多少的利润了 对不对 是吧 你看 结构没变过 一周了 好吧 好 然后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黄金 黄金的话呢 在上周五 是完成了 对这个压力的呼应 下来一段 然后最终突破 当然 这个突破的时间 非常晚 我今天看了一下 真正完成突破的时候 已经是周五的凌晨 两三点了 应该是 所以这一段 做不到 这个确实没办法 太晚了 好 那大家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还要说什么吗 就说什么了吧 对不对 大家应该都懂了吧 是吧 你看 最关键的 对于黄金多头 最关键的压力位 已经突破了 所以你说 这个底 是不是已经彻底扎实了 打扎实了 对不对 突破 是吧 没问题吧 所以说 这个 右侧 我们说黄金多头的右侧 是不是真正就出来了 对不对 成立了吧 是吧 好 那么 今天的话呢 我们短线 短线 来 我们切到15分钟图 看一下 15分钟图呢 我们做短线 其实是什么 就顺着当前这一段上涨 顺着当前这一段上涨 顺着当前这一段上涨 干嘛 回调 接多了 回调 接多 来 OK 大家看 15分钟 我们就顺着这一段上涨 化趋势线 回调 接多 就OK了 就OK了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OK 现在黄金就顺着去多 只考虑怎么去接多 就OK了 右侧住来 回调 接多 好了 OK 这是纯短线思路 纯短线思路 回调 回调 很简单 当然 那么在这里呢 也跟大家就跟进一下 我自己的这个持仓呢 是 我跟你们讲过 是这样 挂单 对吧 就不说了 挂单4小时加仓 然后这个位置加仓 这个你们都知道了 我都跟你讲过 然后呢 跟你们讲一个 可能你们不知道的 就是周五的下午 就这一根阳线起来以后 星期五的下午 这一根阳线起来的时候呢 又加了0.2 所以是0.2 加0.2 加0.1 加0.2 是0.7的一个食仓 那么原本我的计划是在周五的晚间 突破了这个位置以后 我再去加一层仓的 但是 由于刚刚我说太晚 等不到 对吧 然后就没有去加了 那最终是凌晨突破 那这确实没办法 所以呢 后续回调去加的话 那我就会开启一层仓位去加 开用一层仓位去加 目前还是0.7 还是0.7 这个位置来确实太晚了 太晚了 OK 那么这个是目前我自己实际的一个情况 好 来 下面原油说一下 原油 真的 这个鸡贼 鸡贼 周四跟周五 我们连着两天 跟大家去做了这样的原油的一个思路的梳理 然后在周五的晚间 9点多钟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是刚给我们的这个 老同学们做完直播 然后呢 这个还在 回去的这个路上开了车 因为哈 可能我也有这样一个习惯 就是 如果说一般哈 这个到了晚上我直播 然后呢 回去路上的时候呢 可能遇到红灯啊 因为可能 大家都知道哈 深圳的红灯 一般都比较久 深圳朋友都知道 所以呢 就会拿手之类 嫖野 嫖野 所以呢 这个那个当时呢 我就看到哈 原油是 呃 往下跳了一段 但不多 哈 然后呢 我就没管 哈 然后再过下一个路口 我说呢 哈 蹦蹦 哈 声跳 大跳 哈 当时我记得 我给你们看一下哈 当时我看的时候呢 哈 对哈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哈 大概呢 是往下掉这么一丢丢 哈 掉这一节哈 那这一节呢 我觉得无所谓 哈 这无所谓 哈 然后等我再跑了一段 哈 再过一个路口的时候 红灯灯的时候 哈 再看 刷 哈 下来了 哈 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我的那个什么 哈 就把我的那个底仓 就打掉了 哈 我刚才讲过的 对吧 我是在周四 哈 周四下午的时候 这里啊 周四下午的时候 这个位置 进了一个多啊 底仓多 要我这 我这个我跟你们讲过的 对吧 哈 哈 然后就打掉了 哈 当时呢 我没来得及看那个金石哈 所以我不知道 哈 后来我是到家以后 哈 才发现 哦 好家伙 哈 对吧 说是阿联酋 哈 大家如果看的话 应该知道哈 阿联酋呢哈 传闻说是要退出这个 欧贝克 哈 好 跌完以后 迅速一个反抽 哈 后来又出来辟谣说 根本没这回事 哈 对吧 那你说 对不对 你看就像是故意的一样 对不对 哈 我故意找个这个 什么油头 哈 把你们这些哈 这些多单全部打掉 哈 然后我们再拉起来 对不对 哈 所以大家想哈 你看这个要是放到 日线 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有哈 放到日线 是不是个大刺头 大影线 你看 你要是把这个给挡掉 那你说多单舒不舒服 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有 你要是把这个一线挡掉 是吧 它是一根唇娘 那你说我们舒不舒服 那时候很舒服 哈 可惜哈 就是这样 哈 就是这样造化弄人哈 方案呢哈 这个后来呢 就没有再进了哈 就当时在车上 哈 到家的时候呢 等我到家哈 我在看的时候呢 价格已经标债来了哈 所以就没有进了 好 就没有进了 哈 因为我这个人是 不会用手机下单的哈 这个手机呢哈 最多是用来看一个 看一下 吃汤 啊 平个汤 手机是不会用下单的 最多或者是看着电脑盘面 手机下单 比如这样 哈 所以呢哈 这个原油呢哈 这个启动的这一波哈 算是浪费了 算浪费了哈 这个是小损的一点点底仓 哈 后面哈 当然呢 呃 这一波哈 我刚说它是启动的一波 对吧 启动的一波 那后面 啊 肯定还有机会 后面 肯定有机会 哈 这是多头启动的号角 对吧 那么强势的一段 哈 拉伸 哈 那是多头启动的一个号角 哈 大家呢 就是如果说 这个周四或者周五 大家有去进的这个底仓 哈 被打损的 哈 那机制的哈 可能不用我说 哈 已经重新进去了 哈 你要是不会的话 那也不用着急 后面还有机会 所以哈 这次跟大家同步一下哈 这个呃 原油哈 这个操作哈 这个情况 哈 呃 那后面的话呢 哈 怎么去介入 那这个暂时呢 哈 目前还没看到 很好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后面再说哈 现在我们还是先来言归正传哈 回归一下正题哈 我们今天短线的一个操作哈 其实哈 今天短线的一个操作呢 今天短线的操作其实也就比较简单了哈 来 首先呢 我们干嘛哈 来 飞波走一个 好 好 大家注意哈 这个飞波是上周五打下来的这个低点 啊 跟这个高点啊 拉飞波 好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38.2这个关键的位置 猜猜看啊 对吧 啊 38.2这个关键的参数位置 好 往前倒倒倒倒 哎 有着拉 有什么 什么 哎 是不是前期这个高点 对吧 然后突破 好 然后他和38.2 共振 清支撑啊 对不对 啊 所以你说 那我们今天的搜索就有了 好 转化支撑 OK 那就这个什么啊 回踩结果咯 对不对 啊 就出来了吧 是不是 啊 好 啊 你做短线 OK 啊 你要说是做大多头 啊 这种拉伸的话 那还不是在这里啊 那不是这个思路 OK 啊 暂时呢 我们还没有看到 哪个位置去可以去进大多头的 还没有啊 有的话肯定跟大家讲啊 好吧 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啊 原油的今天的思路啊 连续呢 也不难啊 也不难啊 非波一拉 位置一标就有了 好吧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盘哈 呃 那就祝大家今天啊 交易顺利 为本周的这个交易开一个好头 好吧 那明天我们同时再会 拜拜